澳門是一個無論你去多少次 都已經不找到驚喜的地方 來這裡旅遊書沒帶, 沒關係 行程沒計劃?沒問題 試問有哪個旅遊勝地像澳門一樣 只要你夠腳骨力 就可以走運整個島 一元車錢也不用 還要去到哪裡, 玩到哪裡, 吃到哪裡 選擇多到數不完 無論喜歡玩得 3D、高一點, 地道一點 另類一點, 本本色色 總有一種恥美本色 各位姐姐, 我認得了 你們知道, 我從小到大 都在新加坡長大 這次是我第一次來到澳門 不知道我應該在澳門哪裡開始玩 這個問題很簡單 現在可以一眼望到整個澳門 你最想去哪裡玩呢? 澳門多東西吃, 路環境適合美 新馬路多娛樂場所 喜歡怎樣玩就怎樣玩, 用不著計劃 邊走邊走, 正是出名 加油… 很急, 很快玩 要不要這麼急? 其實有升降機, 其實有升降機嘛 是朱朱朱來的 也是啦 有升降機, 我在這裡 有升降機 升降機 有升降機 我在這裡 你會不會這麼快? 是呀 當然了, 剛才跳下來的 好, 我們去那邊走, 一定去那邊走 澳門雖然地方小小 但走到哪裡都會有不同的驚喜 所以去哪裡都行 這麼過癮? 我們一如憑直到走 好… 溫馨這邊 來到澳門, 當然要先了解這個地方的文化 如果澳門是亞洲的拉斯維加斯 爛鬼樓, 這裡就等於香港的摩托街 和鴨寮街的混合體 不知為何 因為這裡很多喜歡收藏舊東西的人 都會來這裡沉寶 而且這裡還是澳門的其中一個地標 當然, 找不找到想東西了 就要看看你是否認識貨之人 按我說, 就算不是一心打算入貨 當是免費欣賞民間藝術等也不錯 至於一階之隔的進修力 可以說是時下年輕人發揮創意的藝術街 對呀, 澳門特區政府 近年積極活化舊區建築 還大力推動文創產業 在這裡可以找到很多很有個性的店舖 每間都有自己的特色 不喜歡跟別人撞衣、撞鞋、撞嘉品 來這裡就適合了 那就適合我這些追求品味的人了 還有我這些喜歡古靈精怪、搞搞新意的人 又或者像我這些貪美的人 還有不少得像我這些講究喚味 甚麼都要夠煙夠潮的人了 當然, 一定不少得像我這些喜歡購物的人 話說回來, 說說好像有點餓了 不如我們快點開餐吧 好 盡壽理, 話說是文化菜 而敢吃東西方面都可以找一些有新意的 當然了, 接下來我包你們不會失望 好, 說得到 你們吃得多了 馬介休他和沙滴丸, 吃過了嗎 還沒啊 吃了, 吃了, 吃了 我用手, 我不客氣了, 試試試看 我覺得吃起來像吃蟹肉 像蟹肉的餡器一樣 一條條一絲碎, 絲碎那些 但它也很香 上面好像有點像芝士的感覺 有一些像乾硬醋的感覺 一條條絲碎 我吃了, 又有些乾魚串味, 又有鹹魚味 就像你的魚串的感覺 只有果然會吃 馬介休就是佛國鹹魚 而且這兩個撻是新派澳塞 快點吃完, 我們可以先試一下 好, 沙煉魚撻 看起來有點像年潮批 之前我吃了一塊鹽生 配上去其實很好, 因為很清一點 因為它本身也挺辣 我覺得自己本身很怕吃腥 它這兩個撻一點都不清 雖然有點咖喱味 但它不會遮蓋沙煉的味道 而且我喜歡它咬到少許骨 有點脆脆的, 很美味, 我喜歡 準備好了嗎? 見大家吃得這麼滋味 我這個介紹值得按讚吧 你可以說這是公園 因為有可愛的小朋友 有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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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還有呢? 還有呢? 尼牌公園有的東西 但很明顯這裡不是普通的公園 因為好像多了一股… 味道 都說你們了 一點文化氣息都沒有 這裡是用眼睛來看 用心去感受一下 好嗎? 原來Vicky所說的味道 就是充滿藝術器式的换味 Graphic 澳門是一個岸虎藏龍的地方 培育了很多藝術家 他們很喜歡在這裡過手癮 看他們什麼地方都可以當是巨型的畫紙 不斷織織揮豪 真的少一點工價、創意 少一點體力也不行 搞什麼?林全豬 你一個一個站在這裡幹什麼 幹什麼? 幹什麼? 做不到, 展示一下Kori 有人這條圖鴨 我們加上去就變得很囂張 走了 好, 找東西吃吧 好… 1、2、3、8 拍完照, 我們也是時候找Ashley 看看她有什麼好介紹 你們聽媽媽媽說澳門的豬油膏 就聽得多了 而這間土生蒲人開的傳統糕餅店 現在已經是第三代經營 這麼多年來 都是跟著這個家傳食譜炮製美食 而最有名的就是牛油膏 客氣了… 來, 試試這個牛油膏 給你吧 你先吃吧 牛油膏本身是一塊的 就是切開一片片 捲起來一次過一口一口 一次過嗎? 除了手工之外 最貴的地方就是南人 南人很貴, 很好吃 牛油味很香 這次新年吃的紅棗糕 那些口感很香 很清新鮮… 很好吃 做牛油膏的材料有牛油 煉奶、腩仁和椰漿等等 預先一天將材料發酵 等第二天凝固之後再煮八個小時 而在過程中 需要將材料不斷地攪拌 而漿越攪拌就會越稠 最後有三十多公斤 需要多兩個馬男幫忙才能動 我面前這個是豆撈 光看外表 是否以為這塊餡是蓮蓉呢 其實豆撈的主要材料 有白豆粉、腩仁和椰汁 雖然製作過程和賣相 一般吸引 不過吃下去很有天然的豆香 聽說還有美容功效 有很多 放進去之後馬上融化了 這樣就像糯米一樣 這個麵龜 麵龜 我不說那麼多 你自己嘗嘗是什麼味道 很大塊 裡面有鱸魚 還有染了黃薑粉 因為裡面有黃薑粉 裡面有點鹹鹹的 甜甜的,鹹鹹的 對,它有這個感覺 讓大家不知道變成鹹的味道 其實是脆的 對 對,我會覺得好像批 就是一個放鬥的批 對 完全是餅皮裡面就是餡料 這個麵龜就是蒲國人 過生日會吃的 我們生日吃生日蛋糕 他們吃麵龜 而這三樣都是他們蒲國人 過聖誕節必吃的食品 是,一、二、三 各位姐姐,行程緊密 買完東西就好閃了 鳳龍新街以前是煙花之地 不過現在當然不是 現在很明顯是手信街 不過依然保留著即日的風情 風情? 這個是我 Cashley? 我的天 你搞什麼鬼? 那個天 在哪裡找來的? 對啊 我買了蛛,不買得起 蛛棵 不要搞 還特意吹這底 每天都挺漂亮 還是成了空姐 對啊 對,我不懂 我懂得 我這身這麼有花樣年華感覺的造型 無非是想配合這裡這麼有感覺的環境 因為這間飯店有100年歷史 裡面無論是一磚一瓦 都保留著懷舊的色彩 雖然走廊和房間都沒有冷氣 不過盛在夠通風 所以大家說秘密也不要那麼大聲 如果再想涼爽一點 還可以像我一樣打開天窗 夏天就爽了 至於這個私理室 即是我們平時所說的經理室 1、2、3 好了… 快點幫你們爬下22吋小蠻腰 就好走了 下一節回來 我們會跟大家研究 這是甚麼東西 跟雪糕有甚麼關係 還會坐著Limo 發生漂亮的女人野遊澳門 稍後見 今天賣一次 去其他旁邊 有所澳門的甜品 除了木康布甸、雙皮奶和燉蛋之外 這裡的雪糕雪條很厲害 厲害 如果大家看到這些雪糕磚 會即時勾起疑似回憶的話 泰帕至始都在60校 難怪我們都沒見過 糟了, 這麼多選擇, 怎麼選擇 什麼都拿出來 珍珠珠 什麼珍珠? 我不知道 好像珍珠珠珠 像珍珠珠珠 很大塊, 想撒下去 這個這麼大塊, 不知道吃了會否很胖 之前他說這裡有多少磅? 半磅, 所以… 要自己想 當然了, 大家嘗嘗 我這個有芒果、蜜瓜和Vanilla 原來這個雪糕三文治 每天都會做不同味道 所以你今天吃到這個味道 你明天可能吃不到了 這個呢… 要不要每天來 其實想吃特色雪糕都不用每天來 因為以前這間店舖有外賣服務 只要你叫到, 老闆就會拿著這個鐵箱 裡面裝著雪糕送到你家 讓你慢慢不慢慢享受 以至於這個又是什麼東西呢? 不用說, 單看它的款式都知道 年紀又差不多了 其實都有60年歷史 以前老闆就是背著它 帶雪條去學校兜售 小朋友見到它 好像見到明星那麼瘋狂 如果這個可以帶回香港就好了 你真聰明了, 因為真的可以帶回香港 你知道這裡可以幫你盛好它嗎? 用布紙包著它 怎麼會用? 就可以帶回它 不會 因為這個紅豆, 很小的紅豆雪條 特別密度高, 而且硬碎 你不覺得特別硬碎一點嗎? 特別硬碎 而且多紅豆 所以密度比較高 對 所以兩、三個小時回家還可以 真的有機會搭全香港 對, 可以帶回它 對, 現在關掉了 準備好了, 3、2、1 在地面肥妹之前, 先拍照吧 如果要懷舊穿旗袍才有感覺 在這個環境之下 是否應該找到計算才對呢? 溫英, 你不用擲那個計算 你也很配合這裡的環境 因為這裡是婆仔屋 婆仔屋 這裡是被婆仔居住的嗎? 其實以前這裡是收容 無依婦孺進去住的院舍 不過現在已經變成 一個文化展覽的場地 對, 旁邊的這幢大樓 旁邊的這幢大樓 同樣可以一次過欣賞不同類型的展品 絕對是澳門本土年輕藝術家 就是這麼美麗的好地方 有趣的地價 對, 旁邊有一些 正由於展品是不定期根本 所以每次來到都肯定會找到驚喜 我最喜歡這裡富友人生哲理的小品 足夠啟發性嗎? 啟發完的話, 就趕快回合Vicky Ashley, 又說約了VIP 究竟是誰這麼厲害? 就是我老友 也就是新派菜飲食達人Billy 那豈不是有好東西吃 大家還不走, 快點 太好了… 你想吃什麼? 很棒… 是鮑魚 Billy哥, 幫我們介紹一下 有什麼好東西吃 有這麼多好東西吃 女士們, 我們先欣賞一下 你看看它多漂亮的蘋果 真是…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有一個很傳統的 叫做吊燒甘前雞 其實是鵝肝、瓶子糕和豬頸肉 一咬下去很軟, 肉圍一體 很香 這個菇很酸 我也覺得 而且這樣吃得健康很多 比鋪魚肉好 是 以前因為人們沒發現原來用靈芝菇代替 所以當時全是很充滿的 是的 很少看到點心有幾種顏色在這裡 一定是用天然的紅菜豆打針 沒有人要適合 裡面是用了很好的澳洲大字 所以感覺很軟和很爽 為什麼要用澳洲大字呢 有這麼特別 澳洲大字是最名貴的 如果比加拿大和美國大字來說 比較薄一點和細緻一點 攪拌下去是脆一點的 但這個啤梨真的很漂亮 好像啤梨 真的很像啤梨 說不像嗎 形狀像啤梨 其實裡面用了一些雪梨 加了一些毒醋 放進去 做了一個鹹水果 以前的鹹水果只有外泡 這個豐富很多 是 現在這個鹹水果很適合 我們這個時代現青人的感覺 很優時代的感覺 這是不是叉燒酥? 叉燒酥, 還有一些特別的望遠 這個真的很漂亮 聞一聞 上面那層是什麼? 你聞一聞 老實吃的 這個味道很特別 味道 溫馨形容一下 鹹水果味道 一道很濃光的陳皮 加了陳皮, 加了一些酸味 還有放入麵糕 聞一聞 最喜歡吃蟹 第二道順口 這個非常漂亮的肉液鮮蟹鹹 很漂亮 味道很漂亮 你看蟹鹹多大 對 蟹鹹一定是一道漂亮的蟹 澳門是專家沙漠酒膠 所以鹹淡水的蟹特別美 而且蟹鹹這麼大 你會知道那隻蟹 其實差不多一斤 蛋很特別 好像燉奶一樣 好像有點像燉奶一樣 我吃過了 這個蛋, 加了鮮奶 所以會滑 很適合我們吃 很大隻 皮膚會比較好吃 對 還有加了少許很漂亮的花燥酒 酒和蛋, 鮮奶和蟹鹹味道很高 好, 剛才我們吃了海鮮 我們吃點清淡的 對 這個是杞子王炒有機菠菜麵 吃菜也比人好看 還有八盒 對, 八盒有很多好處 杞子當然是明目 這個是澳洲的有機菜 很嫩 對 對, 菜麵很嫩 而且這麼嫩, 我們多吃點菜 腸胃也很好 尤其是有機的菜所 我們嘗嘗這裡的大鮮爆蝦球 很小的餅 你看蝦球多大, 我用刀叉來吃 真的 這是什麼? 這是青花椒 吃得到嗎? 吃得到 肥川仁很喜歡吃 有點鹹鹹的, 辣辣的 還有辣辣的 你很大膽 不辣嗎? 辣不辣 不辣的 真的嗎? 不是 不, 只是麻 好像吃水煮麻辣的味道 沒錯… 吃水煮麻辣 有那種在褲子裡面 最重要是你看蝦球多大 是 是一隻免甸漂亮的蝦球 免甸出的蝦是特別漂亮的 對, 最漂亮是它嗎? 因為它全是海蝦 不是養殖的 免甸蝦和越南蝦都是很漂亮的 蝦很爽的 蝦很爽的 很爽的 很爽的 蝦很爽的 蝦很爽的 質感是不一樣的 這個醬料非常好吃 豆豉的香味 它是辣椒的麻味 很爽的 高手 絕配 最後一道, 煮菜 這是芝麻雞嗎? 當然不是 這就是芝麻雞 這麼爽的 這是阿麻子龍肝燒雞 其實這是很生命的 通常阿麻子在麵包方面會溶到 阿麻子的好處是有很多維生素 T12 增強的體力很好, 補血 比芝麻更脆的咬下去 對嗎? 其實中國人對雞的研究很尊重 一維菜裡面 雞通常是一道出口味的 很重要 我覺得要有骨骼腿 這樣就算是紫一道 但是很豐富的菜式 甜品是女士最喜歡吃的 所以我特地為你們而知 不是, 這是什麼? 對, 這個很厲害 紫蘇金沙芝麻 然後好像一個沾對 日本的紫蘇芝麻 紫蘇, 蛋黃的顏色在裡面 顏色的層次很漂亮 我只留意到… 而且很有益 而且很有儀態 好像有奶黃在裡面 還流出來 金沙芝麻 這是金沙芝麻卷, 比較懷舊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甜品? 這個一定是自己做的 通常有些芝麻卷是外面膠 對 這個是自己做的, 特別香 在這裡煮過橙芝麻 切粉絲如肠蚊, 像像腸 manifest 你看到她在那邊等下等下 你們不會滿意菜式? 很滿意… 我們要不要提醒Billy哥 謝謝… 謝謝, 謝謝… 你們記住, 乾杯 你們合格, 我記得 乾杯… 我可以當她 吃飽了, 我們夜遊, 金光大道 來澳門玩了一整天 溫馨, 你覺得怎樣? 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也是第一次來澳門 搓這麼豪華的車欣賞夜景 感覺真的很興奮, 只有你呢? 沒錯, 我覺得我們這樣幾個女生 遊車行真的挺浪漫, 是嗎?Ashley 豈止, 我覺得簡直是帥氣 幸好我們幾個美女都夠閃 不然真的被金光大盜搶鏡了 Vicky, 你怎麼這麼安靜? 我在欣賞夜景 澳門這個地方真的很繁華 像24小時的不夜天一樣 嚇得住美國的拉斯維加斯 話說回來, 說了這麼久 Candace, 你覺得又怎樣? 我當然覺得好玩 所以今晚就要踩通頂 說明天有黑眼圈和大眼袋 總之要玩中它 And it goes tick tock A tick tock Round the clock and round the clock and round the clock and round it goes again And it goes 接下來你是新地好戲哦 Round the clock and round the clock and round the clock and round it goes again Googleman 做好戲 過去